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一周大事回顧的第三節 有梁思雲還有何志光 是 大家好 我們今天錄的時候都是2020年6月26日 我們第一節又說漢奸的著草路線 大家一起可以看回我們第一條片 或者我們之前說漢奸的逃亡路線 我希望將這條片推上一百萬 第二節又說黃十字會 究竟他們是怎樣用他的職權欺騙我們的警察 大家也可以看我們第二節 第三節再回來 原來每個人都讓鑑衣服經常被我們建制或政府吃死貓 包括我們都覺得很傷痛 陳彥霖他自己自殺 他媽媽也很傷痛 很多人就搞他 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在第三節會說的 大家有興趣記得去訂閱 讚好和廣傳我們的影片 希望我們在做取替港台 港台不講我們 何志光 我和何志光 大家作為父母很傷痛 為什麼呢 因為在去年9月22日 有個小女兒 一個大好青年 當時是十五歲的 他讀Ivy 即是04年出生 總之見到他浮屍 因為我是看遺跡的 其實大家要記住 他看遺跡其實是被人散改的 你知道他用一種同日傍晚6時半立場親共的無線新聞 播出獨家訪問片段 再說一次 無線新聞是親共的 何志光經常罵他 無線新聞當然不是親共 你明顯是有些人這樣寫的 但是無線新聞找到他媽媽的訪問 他也不想做到那麼明顯親王的時候 他就接播 他就說一名自稱陳彥霖母親的何女士 他說一名自稱陳彥霖母親 所有人好像這樣 你都一定是自稱何志光的 不是 當時無線新聞會說 Werify的那張出生紙 還有陳彥霖04年那張出生紙 還有他媽媽的身份證 因為出生紙裏面有媽媽的香港ID號碼 你可以對回她媽媽受訪問之前 出個ID給你看 這個出生紙我現在訂出來 現在也有我的ID證明了我是他媽媽 無線新聞有做這些事的 在鏡頭裏面有打格仔 難道還給他媽媽的身份證ID給大家看嗎 但是何志光啊 別人的女兒剛剛死了 就是當時的節目 是不是 所以他媽媽是很大的決心 他女兒死了 他女兒被人想要消費利用 來搞一場動亂 他不想參與這件事 他作為一個威脅 也不想別人利用他死去的女兒 這樣消費了 那個女兒我用這麼多年 養了她15年 我告訴你我都說真話 我女兒也是04年出生 所以我很感同身受的 養到他這麼大 死了很慘的 可能從小到大看他 可能有些情緒問題 可能有很多事情 媽媽是很知道的 或者可能需要吃藥 你不要說別人拿白卡 你不要說別人拿白卡 可能去精神科去看病 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很多人都需要的 不要說陳彥霖拿白卡 我覺得很難聽 但是總之她媽媽就知道 她的女兒有些情緒 她心理的問題 何志光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去 談論陳彥霖這位死者 但是我可以說一句 這個遺跡條目是很不道德 人家無線新聞有verify的出生子 有verify她媽媽的身份證 是很確認她的身份 你仍然強行寫這些 是沒有根據的懷疑 你懷疑一件事 你可以懷疑言論自由 但問題是你現在 是沒有根據的懷疑 就是你在製造一些洗腦 等於遺跡條目 我親身在節目中說了十次 我沒有去過東莞 沒有可能遺跡條目 寫我在東莞嫖妓 但是現在遺跡條目 我自己都沒有改的 是不是 遺跡條目是用來 一個政治工具 是不是 任何人都可以改 寫一個何志剛條目 說我是嫖妓 是不是 你開個條目說梁思韻 寫一大堆屈梁思韻的東西 然後太多人改了 最後保護了條目 永遠都是梁思韻的條目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要嚇我 不是他們其實用這個手法搞了我 六四都是這樣的 一句都說了 整了一個條目就是 中共殺死守無寸鐵的人 在天安門廣場 誰知道天安門廣場真的沒有死 我想說的重點 可能我們差太遠了 差完了 不好意思 其實想說 當大家上網搜尋一些東西 甚至你告訴你小孩子 他看維基也好 各樣東西也好 你要注意 究竟他在用什麼的敘述 和什麼的論述 其實陳彥霖媽媽 她都很傷心 始終大家都明白 沒有了自己的女兒 還要開一個死因裁判庭 死因言訊 很多人說 因為網上不停造謠 說彥霖被警方殺死 然後拋屍 我們也看過網上很多傳言 她媽媽其實都被人殺死了 我很希望各位 如果你身邊有一些年輕人 甚至乎有其他人 去再講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真的把我們的片 甚至乎把這些新聞給她看 究竟告訴她 即是直撤其非 告訴她 已經 人家的女兒已經死了 她已經很傷心 你不要再搞別人媽媽 甚至乎別人媽媽死了 然後又再誤別人 說別人媽媽收了很多錢 不是 那群人的反省能力 是低的 是難以想像 比如說舉例你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嗯 我遇到811一個女孩 就在尖沙咀被人打盲眼 那網上鋪天蓋地說 她呢 就是一個被警察打盲眼的人 是不是 她是鋪天蓋地的 那時候每天都做一個美術奴作 就有個很漂亮的漫畫女孩的樣子 那時候是一個主打Poster 去年8月 是不是 由8月11號玩到 玩了很多個月的都是 出811號 這位小姐 是不是 那現在為什麼 泛民不提這件事呢 嗯 因為已經揭發了 沒有可能打得爆 她戴著眼罩 那個眼罩那邊怎麼來的呢 就是她們經常都會這樣 遮住眼睛 因為就有太多的實驗 科學的證據 證明那個 那個 布袋彈是打不穿眼罩的 如果她有戴 那為什麼 那貓新聞那個 有個眼罩有個洞 我炒樓爛飯 那是不是你正常的 一個沒有立場的香港人 只是覺得 哎呀 警察有警暴呢 我會不滿 那我信了811 但是之後看到 咦 為什麼還不提811呢 我因為811已經擦穿了 是造假了嘛 是撈和有線 有份造假嘛 弄一個眼罩有個洞的 一些道具 那現在大家就 輕輕而過了嘛 那如果有一宗這樣的事情 出來了 哦 原來 這個港獨 仇中陣營泛民的 那一堆人 就是搞暴動那一堆人 在811又做一個 這麼大的造假 為什麼不可以舉一反三 質疑關於陳彥霖的 所有老鬱警察的 一些所謂警暴的指控 都不 你應該就會質疑 可能都是假的 811是可以假的 為什麼陳彥霖的死 不是假的 不是一個 一個自然的死 而不是他們所說的是一個 被殺 拋下海 甚至說他可能被奸殺了 你說得很難聽 很恐怖 又說新屋漂亮 我只是看到新屋頂 算了 新屋頂不要再說了 所有事情 就是靠著他們擁有的社交媒體 那些社交媒體 是數以十億八億千億計的資產 那你不要說 何志光 我們現在都在靠這個社交媒體 我個人來說 我不介意用大陸的社交媒體 如果有一天香港清招了 不是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那個媒體是否被我們用 何志光說得很好的 我同意他這樣說 他說什麼眼罩 不知什麼 撈自己弄 不知哪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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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著一個穿了洞的眼罩 不如何志光 陳彥霖是否夠慘 我們同意 大家做父母同意 我覺得那時候眼睛瞎了 那個女生也很慘 是 我相信就不是報道彈打穿眼 我再說一個慘事 不是 再說一個更荒謬的事情 沒有荒謬 只有更荒謬的事情 給你聽好不好 剛剛我們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區議員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 一個區議員 就是公職人員 我們就進去監獄裡探望一個人 那個人居然是一個涉嫌 他在去年元朗損壞了兩間酒樓的地毯 還有11月 在元朗管有汽油彈的一個犯人 這個是手足 他扔汽油彈 另一邊去破壞商店 可能那些商店 就是沒有交保護費 不支持和式增進經濟圈的人 你不要經常自己加些東西 我們先說了 好嗎 總之這個是手足 然後 有一個區議員 就叫方浩軒 和他21歲的助理 就去探望他 居然去探望他們的時候 就把他的口罩 想偷運出來 他偷運出來 為什麼呢 他企圖偷運出來 因為警方說 調查之後 有理由相信有人 對政府派發在囚人士的口罩 有意見 包括 產地 那你產地 美國你會不會有意見 我不知道 因為新聞沒有寫 對產地有意見 調查中 所以他就要把他的口罩偷運 然後之後 大家就在那裡說 其實應該程教署用的口罩 是程教署自製 不過那些原料 的確應該是來自大陸供應 那些什麼噴溶膠 我都很發佈 全世界 都是來自大陸 何志光 我想問問你 你現在穿這件衣服 你用你的電話 甚至我們用這個套 你用這個膠套 你有什麼可能不是內地來做 我們中國這麼強大的時候 有什麼可能 任何東西 你是跟中國有接觸 不是有些低端了 中國都現在開始不做 是有的 有些衣服都開始不做 套房子是中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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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套房子的材料 都是來自國內的 即是內地的 我們不要說這件事 然後之後 因為你要把監獄的東西 要偷運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罪行 然後就是監獄條例的第25條 其實有機會判刑三年 好了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有一天 你的子女 甚至身邊所有人跟你說 有什麼可能 拿口罩出來 你就判刑我三年 他們那些什麼人 做什麼都不會判刑 這樣 他們經常都會用一種偷換概念 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 他就說 我都是拿口罩而已 你為什麼要判刑我三年 就等同於 我拿個雨傘出街 你為什麼會說我襲擊 我都是戴口罩而已 我都是戴口罩而已 我都是戴言人進去看而已 沒有說一定會扔汽油彈的 沒錯 他們就是用一種這樣的概念 我真的走過這個 我真的帶著汽油彈走過一個暴動現場 我都還沒扔在一個袋子裡面 你怎麼知道我是暴動呢 就是這個意思 有個法官叫道小民 就這樣好像放了一個暴徒 我不開名 大家總之記住 很多人就用一種這樣的概念 就告訴你 我正在做一個事情 其實這個事情 就是何志光 你拿著一支筆 有什麼這麼大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告我 他們就是用了一種這樣的概念 然後令到大家就會知道 就會覺得 喂 是不是警方的問題 政府問題 中央問題 國家問題 但是那個法律 是不是英國人立的 我不知道 就是說 其實你罵政府的時候 會不會那條法例是九七之前已經存在呢 這個 究竟如果譬如說九七後 先那條法例說什麼 不准帶野離開警察的懲教署 是 那麼 九七之前 有條這樣的法例的話 那就是港英政府搞的 是不是 那時候港英政府 基本上那些立法會 直選就很遲才有的 九一才有的 是不是 九一之後選了出來 那些人現在 那些所謂民選的那些 全部都是泛民來的 九七前 不如這樣 那就是說你們這幫 親英親美的人 要不就是他們立的 要不就是九七後 那九七後 都是泛民有份 是不是 你們吵什麼呢 要吵的 那你光復香港 光復英國時代革命 你去倫敦去搞 因為他們立的 那些扶法例 是啊 他們就是這樣 就算當是九七後有修訂 然後他們那些人就留言 就說 喂 我現在只是一個口罩 多謝 那些是立法結構 那些是 他最喜歡用的就是 濫權 濫暴 現在只准 官民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拿來就無無聊聊 發大他 第一件事 那個是立法機構 訂立這個法例 當然政府 是會 立法的結構就是 政府可能拋一條條例 跟著那些立法會議員 就會有修訂 跟著有一讀二讀三讀 那最後的責任 應該就是在那些立法 以前是立法局 現在是立法會 如果你要質疑的 就是質疑立法者 關警察什麼事 跟 簡直連懲教署都沒有相關 懲教署就說法律是這樣 我反而覺得 我們 你偷運一些東西出去 我就要抓你 何志工我覺得 這個就是法治 我們通常一條片 都有 好彩 都有十萬八萬的觀眾看 我希望多些觀眾看 大家廣傳開去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不要再被人利用 就等同於 最後我收尾的時候 用一個例子 跟大家說 有一個藝人 叫鄭X機 要開名字還是不開名字 開吧 出了一個圖 他說 自主動不俗約 或不被俗約的演藝同路人 反正世界都沒有大台 不如站在香港人的一邊 齊上齊落 就是爭取香港的天空 就是自己的天空 我在想 如果你被人 還用 你做一個台署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這句話 其實你根本上已經做一個氣象 所以就是 不如他自己就說 我不俗約了 根本上你就不被俗約了 那些人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到自己 用一些美好的說話 去修飾自己 他還在暗示無線的親共 是啊 鄭敬基 其實很多的 很久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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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 風雲樂隊 八十年代 不要理他 簡單說 無線新聞 剛剛才出了一件事 我覺得他黃得爆 這兩天 他無端端就拍回 九四年的新聞 拍李柱銘 說隨時被人暗殺 然後就說 那時候英國 在港英控制的政治部 說找了幾十個 那時候政治部的探員 保護他 整件事 就是說 我在想 共產黨在當年 有什麼必要殺李柱銘 還有三年回歸中國 香港 那個問題 那個時候 新機場的問題 跟龐定安不斷吵架 那個問題 根本在龐定康 為什麼要殺李柱銘 殺李柱銘 怎麼會影響這個大局 他只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何志光不如這樣 但無線新聞 竟然回到一個 幾十年前的一個 英國人 操控香港傳媒 一個假的新聞 在那裡說到 替李柱銘 搶光環的新聞 拿出來 就說 這個 當年英國如何進行 他的國安活動 去保護李柱銘 但其實基本上 他借勢 就加大李柱銘的光環 用1994年的假新聞 去漂白2020年的李柱銘 和港四人組 你無線新聞 是不是黃到出執 啊 鄭敬基 你現在說他 說他親共 你瘋 你根本自己廢 你做戲又差 唱歌又難聽 人家怎麼找你 無線新聞都有些質量 要找些人會唱歌 找些人會唱歌 找些人會做戲 你兩樣都不行 你去到加拿大 又說要做蟑螂 大哥 香港關你什麼事 你長期在加拿大生活 你根本是廢柴 各位觀眾 不如我們留言 嘗試想想 如果你們無線 你要請鄭敬基 還是請何志光 好嗎 多謝大家 今天差不多了 好 我們要請鄭敬基